當年我們也有份批語 怎麼辦呢 現在最糟糕 你以前又說購物天堂 又說飲食天堂 很多天堂 現在呢 亦都搞很多講 中藥講 鮮花講 那些是浪費狗氣 那些是催的 但事實上不會有人跟你討論的 購物天堂不是飲食天堂 就是做旅遊業來講 但問題就是現在呢 連飲食天堂這件事 都開始有點不補 現在你再想在香港吃魚生 行不行 很難的 現在你又是戰狼上身 因為日本剛剛宣佈了 在今天 岸田文雄宣佈了 星期四開始 排放核廢水入海 整個計劃長達三十年 他強調 放射性物質確保安全 但是 現在你看報道 日本漁民就很反對 還有中國 這些鄰國就很反對 鄰國來說呢 之前講中國和韓國的 韓國好像今天沒有出聲 沒有 只剩下中國的 應該就是在拜登出了手 拜登日前就搞了美日韓峰會 其實又談了數 已經變成一個鐵三角的盟國了 所以 起碼在這個問題上 就在韓國就沒有遲緩到中國 沒有跟他同一避孔出起了 事實上 是不是威脅很大 其實 大家心裡有數 真是威脅大的話 就好像日本領事那樣說 如果真是這麼嚴重的話 我們首先要找自己的命教費 那天是江田建一 在8月4日 入港英署港領事港 那天就是開記者會 就跟那些記者這樣說 是 他又講到明了 就是說 我們又不會好像 我們又不會這麼小器的 我們又不會說 你制裁我的漁產的話 我一定會報復你的 不會這樣的 我們很有大國風度的 這句說話 就繞一個圈 在那裡咒你小器 是吧 那如果你說國內的反對 如果你看回日本國內的新聞 那些什麼日經 產經 那些全部都有說的 你例如是說 反對得最厲害的 就是 復到隔離的那個辭成縣 純粹是說他們那個 餘餘協會就想問 喂 政府 你排污水不是一個問題 但問題就是 你怎樣支援我先 你怎樣補貼我先 如果失修的話 那怎麼辦 你需要告訴我們 那我們靠打魚的嘛 靠水吃水 另外 另外的說法就是說 你會令到日本的漁產 聲譽受損 即所謂聲譽受損 那些人就沒有信心去買 怎樣都一定是一條減數來的 其實最大的問題是觀光業 觀光業 觀光行業的人 亦都走去問一件事 就是說 因為呢 在這個十幾年前的 三一一 那個地震 一直到現在 他們只不過是恢復了大概四成 你想想 十年只是恢復了四成 他們的說法就是說 如果是 你排了廢水之後 會更加沒有人來 因為那些人 因為日本 那些人害怕的就是什麼呢 就是我始終都會避不開吃海產的 我亦都避不開 可能會去看海的 那如果有輻射怎麼辦 是會有這樣的擔心 所以他們在說的就是說 政府會加強宣傳這些水 雖然是有這個核廢料 但是已經被稀釋得 去到安全使用水平 這樣 現在他說的 因為他整個計劃攤到很長 三十年 所以 逐少逐少 批一量 去放出大海 他主要 現在就是說 稀釋不到的 就是那個川含糧 他現在用的那隻 技術 他就是 將所有 有害的 重金屬 重金屬 就全部 過濾了 就剩下了一隻叫川 那隻川呢 其實我們 都報導過很多次 慶裡面有三粒中指 對啦 那隻就是川 那隻就是了 其實川含糧來講 日本的排放量 你看到了 是吧 大概是 316億 至1.9兆億 平均值 那麼 就 福島 福島是22兆億 22兆億 這個最多已經是福島 就叫22兆億 但是原來韓國 在隔壁的韓國 那個排放量 那個村的排放量 還高過日本 都不是最高 韓國 就 就是韓國這樣說人 其實你數據上 都支持不了 其實最講不過去的就是日本 就是中國 中國多少 人家福島是22兆億 人家一福島是22兆 即是22萬億 你大哥 你那些什麼 這個叫什麼 寧德 寧德是102兆 即是102萬億 那些不是台山下電廠 不是啊 台山下面 台山下面 好了 你現在香港那些 即是香港的漁山 你不入這個福島 不入那10幾個省份的漁產 重點是其中有些地方 是在說內陸的省市 即是內陸的縣市 他們都是按鈕的 例如你的工程群馬 獻城這些地方 這些都叫做 遷孽 這些都叫做有海岸線 是在說匿木 匿木上野這些地方 匿木長野這些地方 香港是沒有海岸線的 是內陸的地方 是呀 新息是完完全全 是對面岸 完全不關事的 都照樣給你 你現在日本 22萬億的穿含量 你不要的 那你現在你吃 吃什麼呀 幫襯回祖國 支持回祖國 吃多少倍呀 大哥 五倍呀 五倍穿呀 你覺得穿是很嚴重的 吃到你變了K胎 生出來的那些 是吧 那你吃飽去吧 你吃這些魚生吧 肥媽以前叫人家吃什麼 吃大陸的魚生 大灣區魚生 是吧 嗯 那你就試一下吧 那我就說得正啦 威脅真是大的 去日本灣的香港人 一早就香了 是呀 這個是真的呀 所以其實你最後什麼呀 如果你是政治行先 你就吃那些魚生 吃大灣區魚生 有沒有人來呀 跟肥媽一起呀 去信德食魚生啊 有沒有人來呀 更加不會來啦 又不可以這麼說 那如果你看回文匯大公的話 人家說嘛 現在文匯大公說嘛 十二點後香港人說事嘛 嗯 那些什麼黑暴是 是吧 遲機而復的呀 遲機而行的呀 你聽葉劉的怎麼說 鄧炳強的說 不要看到現在香港市面 好平靜呀 他們是經常遲機而動呀 草木皆兵呀 香港是很危險呀 很困惑的呀 那謝展環怎麼說呢 就是有些人問他嘛 喂大哥你禁了十個元 東京福島千葉麗木 獻城群馬 攻城新色 長野其辱 啊 喂你現在你要禁多久這十個元 啊 你是不是現在人家說分三十年去排 那你是不是排 你是不是禁足三十年 是不是那麼久 那麼他就說呢 這次是無預先防範而已 選的刀院 包括官方認為 是沿海的高風險地 剛才你也說不是全部高風險 不是全部沿海啦 起碼有四個內陸的 還有一個是對面岸的 那其他那些是連接的刀院來的 那是一個保險保守的做法 如果日本國內排放核廢水出現 那個核輻射擴散 不排除它擴大 真的才會 真的出現就會考慮的啦 講過十萬次 阿梁啟致都已經在Google地圖 那裡放大解釋了很多次 福島沿海的部分 其實是山來的 那個首府是叫做惠尊藥床 那就是在山後面 你想想當日311核爆 80公里範圍裡面 但其實那個地方被山隔住了 都沒事 也就是說受影響的範圍 是很有限的 那是不是禁足他十幾二十年呢 現在你說 他排放三十年了 是不是禁足那麼多年 那他就說視乎時間啦 要視乎呢 禁令要視乎呢 日本排放核廢水之後的實際情況 如果 日方交的稅據和資料 可以令到香港政府有信心 豈會放寬得掉 人家已經交了數據資料給你 你不信啦 你為什麼覺得以後會有信心呢 國際原子能機構給的 還要是 現在都給了數據 你沒有信心 你怎麼能夠確保之後有信心呢 哦 其實真相是這樣 就是上面習老闆有沒有信心 習老闆說有信心 你就有信心啦 浪費夠氣呀 你可以自己做住嗎 傻樣 謝展華 你不是廢查一個 你不是奴才一個 真是 跟以前很不同的 我記得十幾年前 剛剛福島3116 當時 大家都說的 不要入福島 唯獨是 我記得是 759老闆 林俊賢 就照上福島 看清楚發生什麼事 然後發現 不是呀 福島其實很大的 米是在山的另一邊 不關福射事的 我不如入福島米 而他就賺了759第一桶金 再加上日本出口商的信任 所以司令759開到這麼大 以前 說的689年代 都竟然是有這種空間 今時今日的李家超 說的油智俠英卿 是沒有了這種空間的 至於對餐飲業的影響 這個就是 香港的飲食天堂 謝展華怎麼說呢 他就說 日本總共有25個 23個刀員 就向香港出口水產的 這次禁止你10個 很難估計 究竟有多少比例的日本食品 就會被禁了 他就說 一早就提醒了業界 禁令安排的 就要向不同的食品來源 購買水產 那業界你知不知道有什麼回應 知不知道你的業界有什麼回應 尤其是做餘生那些 做餘生那些有什麼回應 我不理的 我不清楚 有多久就做多久 可以怎樣 你現在可以 可以反對就可以不做 你做得飲食的 你來貨來來去去去 雙熟的都是那幾個人 你看一下之後 是不是板掌 板掌老闆很喜歡投入日本一 之後就看看會不會投入 鄭老闆 現在是不是還是他 我記得還是他 這就是浪費氣 現在日本水產進口要檢視三個小時 但是反過來 有鬼 但是現在反過來說 日本水產進入歐盟 包括英國已經不需要抽查 不用抽查 他現在抽三個小時 即是不用做 你沒有禁的都要抽三個小時 那還新不新鮮 放到起碼有一股酸味 即是不新鮮 不新鮮的話 那你還怎樣做飲食天堂 TU就說得對 禁了日本夜市 就少很多美食 真的既要又要還要 是啊 你不用吃了 起碼你在香港 坦白說 香港為什麼日本餐廳 甚至乎有時候 你說的水產 可能比日本還好 你說的什麼原背 以前你看蔡蘭那些節目 蔡蘭就說 我特意去北海道買原背 然後買完那些原背 拿回來香港 在西環那邊 去做一個對比 然後就會發現 香港其實已經是入了 最美最美的日本水產 包括那些 那些原背 原背肝包 最美的都給你了 誰不知現在 你又不做生意 原背肝包那些 我想影響就不會很大的 北海道 很遠的 那些就不會很大影響 甚至乎不會影響 但是如果你說做魚生的那些 就很難做日本直送 因為他禁的其中一個地方 是東京都 你想想很多人都在風州市場 那裏買 那如果你說禁了 不准入風州市場 那我怎麼辦呢 阿拉比達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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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比達就完蛋了 對啊 因為你沒有那種網絡 你就進不了這些食品了 那就沒辦法做到阿拉比達的了 是 好啦 香港禁就唯有飛去日本 是呀 你會不會日本因為這樣 你一禁 然後就沒人去呢 去得更加快 01的人 01在機場訪問了一些 會去日本的人 他們的說法就是 趁那段時間就認識多一點 如果你真的去到星期四 排放了的話 大家就觀望 嗯 去觀望 看看究竟那個影響有多大 其實就 好啦 就 如果去到這些時間 不如我們就 等我們什麼 已經超過一個小時了 不如我們就5點半 即12點半回來再見 好嗎 我們都要講一下 女婿餘案 即是實際的影響如何 因為女婿餘 其實是一個很指標性的 一個上訴案件來的 就是這個國安法 最早的批 就是被捕那批 因為其實在網上 在這個TG Group裡面 就是煽動分裂國家 其實是一種以言入罪來的 但是他不僅是以言入罪 好像家裡也還有一些軍備 搜到有胡椒球 搜到有胡椒球 即是判了 判得很重 5年半了 他就覺得 大哥我認了罪應該要減刑 但是他沒有減刑 扣減三分之一就變了三分之一 原本一開始原判就有的 但是